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書籍是 《每天演好一個情緒穩定的大人》 十,我們都擅長口是心非,又希望對方能有所察覺 忘記了在什麼節日,趙家夫婦請我去吃飯,吃什麼我都忘記了 記得他們兩個在飯桌上鬥志鬥用地說,我的提款卡找到了,在我公司包裡面 趙太太說,我的老公真厲害,不見了的東西一個月就可以找回 趙先生不甘示弱,跟你比我還差得遠,你找不到的東西就是找不到 趙太太提高了音量說,找到的就好,找不到的就好蠢 趙先生立刻說,不不不不,找到的是廢物,找不到的才認 後來談到他們三歲的女兒,趙太太知道我學過心理學問我 我家裡的小朋友才三歲,想要什麼他都不會說明,一定要塞給他才行 那算不算心理疾病啊? 結果趙先生就說,不要說三歲的小朋友,三十歲的女人都是這樣 那頓飯我沒吃什麼,因為當時的情況是,他們兩個說話就好像是JPEG格式 而我全程笑得好像GIF格式一樣 印象中的趙先生是個書呆子,而趙太太是一個一頂一的頂嘴王 但拜對方所似,趙先生不知不覺地變得說話都好了,而趙太太明顯地比以前溫柔多了 比如說在某個紀念日,趙太太臉紅地對趙先生坦白 其實當年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理解什麼叫情鬥初開 結果趙先生一臉懷笑地說,拜託,你那些不是叫情鬥初開 你那些叫做流氓祖屬 兩個人在生活中都會發生吵架 多數的情況都是趙先生主動氣喊投降 憤怒到不能休息的時候,他就躺在沙發上不動 趙太太就會問他,你躺在這裡幹什麼?繼續跟我罵啊 趙先生就說,我死了 趙太太就追問,那為什麼還有氣? 趙先生就說,因為吞不下這口氣 他們鬥氣一般不會超過兩個小時,兩個小時後就會互相道歉 一個說,我錯了,我錯了,我不應該這麼長時間不理你 另一個說,不是不是不是,都是怪我 都是因為我,我不應該發你脾氣 他們生氣的時候被人的印象是生氣還生氣 但不影響我愛你 他們道歉的時候被人的感覺是,今次是我錯了 但是下次我還是會冒犯你 與此同時,他們兩個非常有默契地遵守一個原則 就是,在家的時候可以隨時開戰 但是在外面一定要照顧好對方的形象 當有人問趙先生,你覺得談情說愛浪費時間嗎? 他的回答是,我每天都笑著睡覺,笑著起床 一個人走路的時候都笑容滿面,與別人聊天 聊聊一下就會聊到我太太那裡 時間算是什麼都可以給她,浪費了就浪費了 有人問趙太太,她這麼會賺錢,又如雅謙和 你怕不怕她是個花心的人嗎? 他的回答是,我就不怕她花心,我怕我自己不夠好 讓她知道愛情都只是這樣 你看,令人羨慕的感情,其實都是勢君力敵的 你可以捱我一刀,我可以捱你一棒 你懂我言愛之意,我理解你的言不由衷 見對方情緒不好,就主動示弱 到了機會,就找機會報復 也因為這樣,將平淡的生活還出幾分之美 幸福大概就是這樣 你的不耐煩有人兜著 你說的廢話有人聽 你小小的心思有人能識破 你愛著某個人,一愛就一世 戀愛毫無規律可言 有些臭臭臭臭臭就白頭到老 有些甜甜蜜蜜卻分度揚鑣 朱曉曉屬於後者 朱曉曉今年23歲,只是拍過一次拖 而且一拍就五年 這段感情的前四年都是異地戀 隔著600公里,每兩個月才見到一次面 那四年超級甜蜜 每個普通的日子都可以過成紀念日 每天可以聊三四個小時廢話 用一句話形容就是 沒有電,信號沒有,才可以收線 我記得當時問過朱曉曉 你是怎樣被她打動的? 她說,就是有一天 我們在巴士站,車就來到的時候 她突然邀請我的咒 然後臉紅地說 喂,我好像永遠都可以喜歡你 男生對朱曉曉的確很好 幾乎每天都掛著她 有一天,朱曉曉和失友和失友的男朋友一起去看戲 看完戲之後 朱曉曉拍了一張照片發給那個男生 並且撒嬌地說 你以後要和我報仇 你看看他們兩個在我面前不受恩愛 然後就把手機變成靜音模式了 電影結束之後 她才看到男生發了很多道歉信 大意是說 現在不可以陪你非常抱歉 自從那一次之後 只要朱曉曉去看戲 男生就會在自己所在的城市 選擇同樣的場次,然後一起看 熬過四年的異地戀 兩個人終於在一起 他們的工作穩定 開始儲錢買房子 準備結婚 然而交集越來越多 問題也越來越多 小到幾點關燈睡覺 晚飯是吃米飯還是吃麵 大到屋應該買哪個位置 車應該買橋車還是休閒車都吵架 他們發自內心地不同意對方的觀點 但都默契地選擇了忍 因為這份感情來得不容易 亦都因為愛著對方 五到半年的時間 兩個人辛苦到連說話都不敢說的地步 分手過一天是星期五 兩個人本來約好了 下班一起去看戲 但是朱曉曉突然說 不想看了 沒有任何解釋 男生也沒有任何解釋 兩個人向地鐵方向走 照舊是默契地不說話 眼睛看著快要進去的地鐵站 男生扭一扭頭說了一句 哪一天你心情好我們就分手吧 朱曉曉呆了一下 然後平靜地說 好啊我今天心情不錯 就今天分手吧 然後就沒有然後 當初的喜歡是真的 如今的累了都是真的 誰都沒有去挽留 誰都沒有問一句為什麼 乾脆利落的程度 就好像兩塊互相吸引的磁鐵 突然變了互相排斥 原來一見鍾情不可以保證天長地久 情頭衣合不可以 朝朝無無都不可以 原來 斷了的愛情就好像脫了的牙 沒有了就是沒有 再怎麼用心去裝都是假的 每一種情緒的背後一定隱藏著 某種被對方忽略的需求 這個時候 如果你不能自己解決 就嘗試表達出來 當你說我想一個人靜一靜的時候 你實際上說的是 我想自己一個人 但是你也不要走得太遠 當你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的時候 但你實際上想說的是 我希望你聽我說一陣子 我現在很難受 當你說我沒事的時候 其實你想說 我需要你 當你說你去忙的時候 其實你想說的是 我們聊一陣子 五分鐘 當你直接地表達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對方就可以把注意力 用在滿足你的需求之上 從而減少了不必要的誤會 對方可以清楚知道你想要些什麼 他應該怎樣做 否則他要是束手無策 要是無動於衝 而那個時候 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一個 你不喜歡我 人啊 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 尤其在感情方面 需要坦白的時候 總是忍 需要退讓的時候 又會強調尊嚴 於是 不告而別的錯過 和無質疑中的遇見 都是不斷湧現 所以 不要一看到喜歡的人 就急著說 愛你 多過愛自己 這種話 因為愛對方 和愛自己的比較 是一場內力賽 是相識以後 是此後餘生 不是你此時此刻的心血內潮 也不是程度隆士的信口開河 就好像說 你參加了一場一萬公尺的長跑 僅僅是因為在開始的時候 領先了三公尺 然後每逢見到人就說 我爺硬了 不覺得這樣很慌望嗎 我知道其實你內心很驕傲 但看來很緬甸 就好像一隻謹慎的小兔子 壯膽去喜歡某個人 但凡他給了你一個笑容 你就會開心地崩跳一日 可是但凡他表現出一些不耐煩 你就會紅著眼睛跳回森林裡 然後你會騙自己說 錯過了就錯過了 好的總是會過來 我想提醒你的是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的傷有多深 喜歡一個人不難 難的是互相理解 感動一個人不難 難的是一直愛下去 在感情世界裡 雙分這種東西一旦出現 就會好像黑洞一樣難以揭製 直到將這份感情完全吞洗 我想你都會發現 只有小孩子才會不停追問 你為何不理我 而大人都是非常有默契地不再見 都說 愛是天使地理的奇蹟 是真的 在茫茫人海裡 有幸遇到一個心儀的人 他迷人的諮詢 對生活充滿熱誠 對世界充滿好奇 就好像一隻從赤島飛過來 羽毛鮮艷的小鳥 經過長途不洩 越過洶湧的人潮 不偏不易地落在你的肩頭上 你逼不及待想要石落去渠道 但是沒過幾個月 你們卻用同一個嘴巴 為一些小事而鬧到翻天覆地 你們調動了全部的注意力和智力 用最刻薄的語言去刺痛對方 並且用盡了嘲諷的能力 但悲哀的是 你則以傾聽的目的不是聽清楚他說什麼 而僅僅是為了找到破綻去反擊 他平息刑事 都不是為了聽到你的言外之音 僅僅是為了狠狠地頂回他 概括就是 你既不了解自己 亦都不了解對方 互相不理解是一個什麼感覺呢? 大概就是 一個人覺得自己 將細節都交代清楚 然後帶著120分的期待去問另一個人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麼? 而另一個人還懵懵地問 噢,你問做什麼? 大概是 一個人覺得自己做得好好 另一個人覺得自己做得不夠 然後一個人說 你看,我為你付出了多少 另外一個人說 你這個地方沒做好 那個地方沒做好 成年人的愛情 不僅需要緣分 更需要學習 需要經營 需要不斷地了解對方的真實需求 所以為了愛 學習啦 改變啦 每人都有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 有人要學習微笑 有人要學習擁抱 有人要學習克制情緒 有人要增強體質 如果為了自己愛的人 你都不願意稍微做改變 那就是意味著你失去了與世界溝通的能力啦 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很有個性 可以毫無顧忌地做你自己 但是如果你是兩個人 就需要溫柔地體諒對方 並內心地與對方溝通 畢竟愛的邏輯關係不是因為所以 而是即使 仍然 愛是甚麼 是食火 它不會嫌棄你肥 就算你真的肥 在它眼裡 你依然是個被鎖在脂肪裡的瘦指 是個包裝紙好厚的精美禮物 它總是能夠抄透你的小心思 如果你在商店裡 看多了頸跟多幾眼 它就馬上可以選出一條位在你的頸上 你低頭一看 天啊 款式、顏色、紋理都是你喜歡的 就好像網絡上那段文字一樣 我的原子裡有四萬朵玫瑰花 每日清晨 我捧著一本書在原子裡 所有的人路過 都要稱讚我的玫瑰 又有想要摘去一兩朵的人 我通通都不來 直到有一天 你來了 笑得眼睛好像月牙一樣 問我 在看甚麼書 我就知道 那四萬朵玫瑰花通通是你的 多麼幸運 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有錢人 有才華的人 多受善感的人 互亂難纏的人 風度偏偏的人 就只有這個人 會讓你開心地笑 放肆地罵 寂寞地哭 以及毫無保留地愛 愛對了一個人 就相當於做對了人生中 絕大多數的事情 今天的閱讀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次再見 再見